上回我们说到叶初吟为了能够夺到灵币时,所以就派出了自己一直照顾着的姬衡,对着人家一番胡说八道,让失忆的姬衡十分相信他,随即便同意去合成渔国的东华和亲,是的你没听错也没看错,他俩又要凑一堆了,你磕吗?玄人为了黎民百姓,便同意下这门婚事,你难道忘记了大明湖畔的白凤九了吗?可怜凤九依然想要报恩,不惜遭到反噬也要帮助玄人。 殊不知玄人马上就要取姬衡了,那么白凤九能不能被玄人找到呢?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热播玄幻剧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,第十一到十二集,思命看见白凤九的脸色不对,所以就怀疑他是下凡去帮助东华,这给思命气得不轻,他连忙就给凤九把脉,大夫您看这是喜脉吗?果不其然,凤九就是下凡去找东华,所以思命就把后果告诉凤九。 他表示,这次东华下凡杜劫,本应该在战场上出现生死攸关的场景,接着就会有周梦熙出来救他,可是这下被白凤九搭救了,人家的姻缘就断了,到时候出现个危险,那就更加麻烦,思命你可不要吓唬我们小九,是不是爱情戏看多了? 小九一听到这里顿时感到内疚,所以就被派下凡找中梦熙,再为东华牵红线。 这怎么自己帮着心上人找爱情的意思吗?白凤九化成男身下凡,在饭馆里面忽然听说崇安国派来,和亲的公主就要前来,这好奇心驱使之下,白凤九也连忙跑出去查看,不过公主没看见,刺客倒是遇见了不少。 他们其实都是大王子派来刺杀的,凤九此时恰好看见叶青蹄,便连忙提醒他后面有案件,要不,我磕你两得了,久而三不不能当铁狐狸,此时轿子里面的闽苏和楚婉,其实都会武功,可是楚婉认为,现在还不是时候暴露这个技能,你这像不像那些说拧不开盖子的女汉子。 最后关头叶青蹄总算把那些刺客击退,但还是有些他们竟然当场咬蛇自尽。 闭眼闭眼,这个场面太过于血腥,当然,叶青蹄也看见了小九,于是想到玄人交代给自己的事情,连忙就将小九带进宫。 东华召见了楚婉,并且册封他为婉节鱼,咱也不懂这个级别高不高,咱就知道这两又在一起了。 说完便让婉节鱼退下,然后叶青蹄就说出遇见小九的事情,这让玄人瞬间高兴啊,你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知道吗? 所以立即就召见小九进来,在外面准备进去的小九,恰好雨出来的楚婉擦肩而过,这给他震惊的,不禁感慨原来击横也下凡来历劫了。 九二,人家是真真实实坠崖了,玄人看见眼前的白衣小生,竟然就是当日救自己的士兵,不禁感慨万千。 于是便询问他为何那日会穿着冰服,你俩着乍一看还以为是情侣装呢? 白凤九则随便谎称自己是住在那附近的乡野,见到玄人有危险便冲上去。 当玄人问他要什么赏赐的时候,白凤九直言自己要留在宫中,当狱前侍卫,九儿,咱真的别舔了。 上一世是宠物,这一世就变成侍卫了,玄人当然欣然应允,随即又表示那些刺客没有得逞,一定还会再来刺杀,特意交代叶青蹄要保护好晚节于那边,人家会武功你担心什么呢? 小九和叶青蹄来到玄人给他安排的寝宫,一个侍卫的待遇竟然比我还好,别拦我,我要穿越。 接着叶青蹄为了感谢小九的救命之恩,便拿出自己珍藏的老九。 另一边,姬恒与闽苏来到自己的寝宫之后,连忙就交代闽苏要与这些宫女打成一片,弄清楚一些机关位置,将来他们肯定能用到,姬恒你怎么回事,失忆了怎么变得那么心机了。 而这时,小九喝醉酒,所以一个人走到御花园后面散散步,结果却在小道上碰到一条蛇,好家伙狐狸也是会碰蛇的。 所以,当即吓了一跳,也正好撞到了在散步的玄人,两人一起落到水中,这个很三生三世情节,这样一来是不是该恋爱了? 此时,小九头上的印记也录了出来,于是他连忙扑腾下去。 玄人被救上来之后,就立即命令自己的手下,务必要将那位女子救上来,可是小九因为擅长水性,此时早就已经离开。 姻缘一直错过,久而非要当那舔狐狸,回到寝宫之后,玄人便对他念念不忘,简直就是一个花痴的样子。 次日,他将凤九与青蹄召来,直接就对二人表示,自己一定要找到那个仙女,说着脸上还洋溢着笑容,白凤九当然知道这就是自己,可是自己是来帮忙历劫的,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, 何况要找到周梦熙要紧,你总在不该清醒的时候,清醒我的宝,叶青蹄带着小九来见识魏营的兄弟们。 小九跟他们站在一起,就是对比明显,瘦小的身躯不禁让几个壮汉觉得小九手无腹机之力,到时候受伤了不好向王帝交代,竟然敢小瞧我们小九,拿来吧你。 于是便召开了几番鄙视,毫不以为,他们都输得心服口服。 这一边成玉援军得知私命让白凤九下凡去当红娘之后,顿时气的不打一出来,直接就指责私命非但不拦着凤九还让其下凡再遭一次伤害,私命向急了做错事的小孩碰到对方家长了,那其实也对,毕竟之前凤九就已经受过一次伤害,谁知道这次玄人又会怎么样呢。 于是,成玉连忙就带着私命下凡找到凤九,凤九一看见是好闺蜜来了,顿时很高兴,可成玉却十分生气,斥责白凤九不记得自己受过的苦,上次差点就变成一只野狐狸,成玉这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 凤九你怕了吗?凤九在听后,连忙就表示自己只是来找周梦西,只要找到了就回去。 成玉见他这么说,想想也不是什么难事,便答应下来,但是也听凤九说起几横的事情,于是临走前他答应凤九,自己一定会帮他查下几横的来由,有一个好闺蜜就是有了一整个世界。 接着,成玉回到九重天之后,便一直催促着私命查找几横的运步,但是私命翻来找去,最后也只有一个结果,那就是几横上面一片空白,说明东华这次的历劫跟他没有关系。 当然没有关系,不能有关系,我们九儿都等多久了,接着成玉再次来找凤九,并且提醒他几横现在是魔族的人,万事都要注意小心。 他还表示为了要测试一下几横是否失忆,自己会去找连颂拿来短刀图,可就在成玉到达连颂这边的时候,连颂却对他一番调戏,虽然愿意拿出短刀图,但也要求成玉陪自己赏花。 你这是在借鸡炮我们成玉小可爱对吧?成玉为了闺蜜,也只有答应下来,这不,很顺利的就拿到了短刀图。 次日,白凤九便拿着短刀图前去给玉人观看,其实也是为了让婉结于看看,试试他到底有没有失忆,然而很不凑巧。 玉人虽然很喜欢,但几横看了却什么反应都没有,九儿,人家确实是失忆了。 于是,凤九也只好先行作罢,不过他此前下令可以不找那个落水小宫女,那么叶青蹄就能帮他找周梦夕。 小九顺便把自己调制的木芙蓉花糕交给叶青蹄,这让叶青蹄看着小九的背影,顿时产生了情愫,但随即又想到白凤九是自己的兄弟,只能苦笑着感叹,没关系,兄弟也能穿女装不是吗? 葡萄咱不能放弃,玉人拿到短刀图之后,便立即召见叶青蹄,让他连夜将此物感知出来,不过旁边的老太监却认为,这个短刀图来历不明,而且小九的身份也不得而知,所以还是要慎重,叶青蹄听后十分不满,他甚至拿自己的性命作宝,言明小九是一个好人,你看看,你看看葡萄对小九的信任,东华你多学着点,于是乎玉人也表示,不要再追究小九的来历, 自己十分信任他,晚上小九正好路过冷宫这边,玉人忽然出现吓了他一跳,随即便要求小九陪自己去冷宫走一趟,这让小九吓得顿时慌神,狐狸也会怕鬼的对吧?不久后,小九得知周梦熙已经病死,而世界恰好就与自己下凡救玉人的时间一样,他顿时就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周梦熙,十分内疚地前来上香,自古红颜多薄命,久而别自责了好吗? 与此同时,私密也来到小九身边,安慰他反正周梦熙也不爱玄人,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要成为情节,让玄人爱而不得,只不过如今玄人没有了情节,那么就会历劫失败,自然而然到时候摩尊冲破封印。 遭殃的就是巴慌了。说的这么严重的样子,那你说说怎么办呢倒是,凤九也为此事感到担忧,但是私密随后便表示,也不是没有挽救的办法,现如今,既然玄人一直纠结于那日落水的小宫女,也就是小九。 所以,自然而然就要小九去担任这个情节,让玄人爱而不得,你这是在让小九反杀东华对吗? 爱而不得的滋味,但凤九却十分烦恼,毕竟自己在做宠物的时候,就没办法获得东华的宠爱。 如今更是不知如何是好,勇敢狐狸,不怕困难,必须往前冲,于是他又请教私密该如何是好,但此时私密却发现,小九遭到反噬比较严重,自己也要立即返回九重天为他配药。 现如今,既然情节的任务降到小九的身上,他又要如何忍心让东华爱上自己,然后再将他一脚踢开呢? 还有就是叶青蹄能否发现小九就是女儿身,那么要是发现之后,他会与自己的好兄弟王军去争一个女人吗? 好了,这些答案我们就下期再来说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,再见。